男友数千万财产却不给家用 判准离婚给期1500万 台北一名周姓人妻去年向法院提高控诉 和丈夫结婚27年育有梁子 但丈夫2012年时积蓄已超过千万 每个月却只给4万元家用 她只得变卖嫁妆或向亲友借钱 2016年丈夫更说股票惨亏不给生活费 家中支出都要他靠娘家协助支付 此外丈夫还告诉儿子 要找年轻妻妈妈和他分房 之后还两度外遇 动不动就对他辱骂三字经 他因此肃请离婚 并请求分配剩余财产 但丈夫便称退休后又给妻子500万 也曾支付儿子大学费用 而妻子没有证据证明他外遇 误着他恶言羞辱 还分房与儿子同罪 有伦理疑虑且伤害夫妻感情 请求法官驳回 但法官审理后认为 丈夫名下房产价值3000多万 股票价值20万 现金存款650万 没有正当理由不支付家用 儿子也证称爸爸会以三资金辱骂妈妈 因此判准两人离婚 丈夫还需分配近1500万给妻子 主动新闻台北报导